國昌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主委 以及法律事務處 袁代理處長 袋處長 請 袁處長 請 好 黃委員你好 我首先跟你報告一下 那個我們 黃代處長他 因為動過手術講話不是很方便 那必要的時候我請他 提供意見我來說明 那這樣子 袁處長你就先請坐 你動過手術我讓你站在這邊不好意思 您先請回座沒有關係 你看到時候如果主委需要幫忙的話 儘管會任何的人 能夠協助回答問題的 好的好的 就自動上來 我們請其他的處長上來 可以可以 沒有關係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請其他的相關同仁 來協助主委的回答 OK好 來請 第一個喔 就是針對今天王榮章等 十六位委員提案刪除 會計師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為常 那不得充任會計師這樣子的規定啊 本席是禁表 讚同 然後我覺得這大概延續著 我們對於記帳事法一路下來啊 的修正 對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們在選擇職業自由 特別是擔任會計師的這個部分 的權利啊 非常的有幫助 那 不好意思 因為等一下今天 審這個法條的時候 我要到其他的委員會啊 去審其他的法律案 所以我雖然不在場 但是我希望利用 這個機會 先表示我對於這個 法律啊 的看法 好 謝謝歡迎的指教 那下一個啊 就是說 今天 你們所提出來的啊 這個報告啊 其中 在第四頁當中 就普惠金融 鼓勵金融機構 於金融欠缺服務地區 提供金融服務啊 這個辦法是有啊 但是主委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過去這幾年 在推動到偏鄉地區的偏鄉金融 儘管會認為具體的成效怎麼樣 好 我先跟華文說明一下 這普惠金融當然 可以分兩部分來說 第一個是對人部分 人這部分我們 希望對這個 殘障的朋友能提供 跟一般 沒有沒有 現在我只講 偏鄉的金融 你只要Focus在偏鄉金融就好了 指的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啦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鄉鎮市 他沒有金融機構設在那個地方 甚至連ATM都沒有 那 在過去啊 這幾年當中 當然聯合報系 他們的希望工程裡面 曾經推動過偏鄉金融嘛 那藉由民間企業他們自己的努力 那在一些地方啊 有一些具體的成效 但是啊 本席看 幾年前啊 一樣是我們財委會啊 的委員 那現在當然他已經離開了 立法院 他的觀察啊 是說 台灣現在對銀行資源的配置 如果沒有像美國一樣 進行強制化的規範的話 城鄉差距只會越來越惡化 而且會損及國家競爭力 那我不知道啦齁 過去這幾年 金融會再推動偏鄉金融這件事情 具體的成效是什麼 因為今天我只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看到了你們一個政策上面的宣誓 說要推動嘛 問題是你們列的辦法 也有好一段時間了 推動具體的成效到底是什麼 好我跟華文說明一下齁 從96年到105年 我們金管會一共核准了 這個培典地區設置這個金融服務祭典 有40個地方 其中這個銀行 就是當然是本國銀行 有26個 信用合作社有14個 沒有啦 你現在總共的是說 多了這麼多嘛 那少的 你有沒有統計 離開的 還不夠的地方當然我們知道 當然最主要是華東地區啦 還有這個像 還不夠的地方啊 還不夠地方的名單 你們現在有沒有掌握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比較偏領地區大家 沒有啦 不好意思啦 主委 你不要跟我說那個 粗鄉的東西啦 我問得很具體的啦 還沒有的地方你有沒有掌握 會後提 會後提供一個名單給我好不好 我們在300多個鄉 這裡大概有63個是屬於所謂的偏鄉 沒關係 你把具體的名單匯後給我好不好 來下一張 我現在要跟主委講的齁 除了偏鄉他們沒有金融機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ATM 因為特別是在偏鄉地區啊 你大概很難期待說 住在偏鄉地區的人 大家都會用online banking 都會用線商銀行去做申請嘛 你連一個ATM都沒有對他們提領現金啊 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所以請主委齁 就是說在看偏鄉地區 你們除了鼓勵設置分行以外 就設置ATM的這一件事情啊 你們看可不可以進一步的 採行一些措施去鼓勵 會後 這個部分我願意給主委時間 那你們會後再提供書面資料給我 因為我今天還有其他的問題要問 再下一張 我現在直接就跟你講喔 在我自己的選區裡面 有一些 新北市的七星區啊 像在貢寮 像在瑞芳 那比較靠海邊山邊的那些地方 那邊的居民他們面臨現實的問題是什麼 現實的問題是連ATM都沒有 好不容易有一個ATM啊 是郵局設的ATM 現在被撤走了 那我們之前一直協調說 希望郵局啊說拜託你在那邊設一個ATM好不好 這個郵局發函回來啊說你要我去設可以 第一個你提供場地 第二個設的錢要請你自己出 那我看到這樣子的內容我 我當然我知道郵局他可能有自己的成本考慮嘛 但是你要求偏鄉的居民先自己湊錢出來 然後他才願意來設ATM 顯然跟今天金管會要推動的偏鄉金融這樣子的概念 完全是背道而馳 所以我今天利用質詢的時間 我特別拜託主委 在這個部分金管會能不能夠回去想想 看有什麼樣子的辦法 去鼓勵金融機構說 你在偏鄉地區你如果沒有辦法設分好 你最起碼設一個ATM 讓那邊的居民有錢可以領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會用一些行政的優惠措施 來鼓勵金融行庫這樣做 好 我拭目以待啦 那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跟金管會 還有跟主委一起努力一起合作 好的 謝謝方議員 來下一頁 下一個我就要問很嚴肅的問題喔 今天投保的人 我看名單上面事務是沒有來 那不管是誰啦 就是要來上面協助主委都一樣 我上一次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是善意的給投保建議 我很明確的跟他們講說 在法律上面他們沒有權利 去脅迫那一些投資人說 你如果撤回對中國信託和解的授權 其他的案子我通通都不管 你這樣子的方式是什麼 你這樣子的方式啊等於是說 在分化在脅迫那些投資人 你們最好乖乖的待在裡面 跟中國信託接受那個武藝的和解方案 要不然的話齁 你們要撤回也可以 你一旦撤回了以後 對於其他現在已經知道的被告或潛在的被告 接下來投保中心通通都不管 儘管會支持投保中心這樣做嗎 我跟方偉說明一下 這樣的做法沒有一點要脅迫或是分化的做法 但是這是從訴訟技術和法院實務作業來考量 你說從訴訟技術跟法律實務作業嘛 那現在我就其實投保中心的人齁 來找過我 我也很明確的跟他們講 我也很明確的跟他們講 在法律上面他們是絕對沒有權利這樣講 那他至於說連帶債務人彼此之間因負貪分配的內容的部分 那更是胡說八道 胡扯 我為什麼說胡扯 因為每一個債務人對於債權人受損的金額都有負全部賠償之責任 他們自己內部事後要怎麼樣去歸率 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但是從每一個受害人的角度是 每一個應該負責任的人 每一個請求權基礎要件具備的人 他們就是可以跟任何一個人請求權額的賠償 那我現在還是繼續善意的告訴主委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儘管會最好跟投保中心再繼續商量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做的話 接下來投保中心會面對兩個很困難的事情 第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是 投保中心可能自己會變被告 我為什麼說投保中心自己會變被告 因為有些投資人他們已經準備好純證信函發給投保中心 跟他講兩件事 第一個 對中國信託你們私下和解的部分我們不接受 我撤回授權 第二個 我之前已經授權給你要對於其他債務人去求償的部分 你們要繼續的做下去 你不可以任意的拒絕什麼 拒絕我授權的委託 那你接下來馬上就會發現到會有什麼法律問題是 投保中心如果執意蠻幹 他違反了投資人對於他們的授權的委託 說我不管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幫你處理 那接下來投保中心自己會變成什麼 自己會變成被告 這個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我等於是很善意的 上一次已經提醒過投保中心了 結果他們回去了以後 找不到法律的依據 然後寫了一堆胡扯的東西 現在還繼續不願意這樣做 那我可以跟主委講的是 這件事情雪球一定會越滾越大 如果金管會沒有預先的去做防範這一件事情的話 你們不會解決問題 你們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大 謝謝黃委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剛才黃委員的見解 我們會請消保中心好好研究 必要的時候再邀請相關的這個 不是啊 我就很明確的跟你講 明天人家就要出來抗議了 你們到目前為止還提不出 具有說服力的法律上理由 說你如果不接受的話 我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管你 你說這不是脅迫 這不是分化 主委我建議你啊 就是找個時間 跟這些投資人見一見面 聽一下他們的心聲 讓他們告訴你說 他們現在被分化或者是被脅迫的感覺有多重 他們為什麼會逼著 他們為什麼會逼著 接下來準備要對投保中心發出純正信函 鄭重的警告投保中心 你如果敢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之下 任意拒絕 任意撤毀 我本來對你法律上授權的委託的話 那投保中心接下來會面臨相當大的法律風暴 我想投保中心的出發點應該是趕快消滅社會的這個紛亂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他沒有消滅啊 他只是讓問題越來越大 加持另外一個聲音我們會請 當然啦 我的預測到底正不正確也要時間減證嘛 我今天還是利用質詢的時間很善意的提醒軍管會這件事情 趕快介入積極處理 那謝謝黃委員給我們的指教 謝謝 我們歡迎 先在拍照